蔡少芬章近两个女儿越长越美,基因太强大。 蔡少芬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,她与哥哥跟住一个十度成性的母亲过日子,从小就得整天躲住债主。 年纪轻轻就要负责挣钱养家,还得帮母亲还债。 蔡少芬很早就出道了,1989年曾参加无线电视超级模特大赛,1991年以17岁之灵参加香港小姐竞选,以大热之资获得继军并与无线签约。 。 当时的她真是美的惊人,初夺的燕冠群芳。 年轻的菜少分,无论古装还是现代装都太美了。其娇俏感和美,真的是太有感觉了。 苍眼水月洞天,林静传七十结识张锦。 当时谁也不看好她们这对名气相差悬殊的姐弟恋,她是经历沧桑的香港名女星。 她是一穷二白的大陆穷五生,好多人都说还说张静配不上蔡少芬。 2008年两人在二百人的见证下结婚,她骄傲于自己的新鲜头,跟所有的人说我现在是张台。 蔡少芬从不多说,默默地支持住张晋。 张晋最终也凭一代宗师成为她事业转折点,拿下金像奖最佳男配角。 张晋发表感言,感谢太太太太少分,有人说我这辈子都要靠她,没错,我这辈子的幸福就是要靠她。 谢谢她陪我走过所有艰难,嘀咕的时候曾经语气不好说,只有你一个人欣赏我有什么用,希望我们风雨同路。 而台下的蔡少芬也早已哭成了泪人。 蔡少芬和张晋有两个可爱的女儿,小明一个叫包子,一个叫汤圆。 在微博上,娘娘最大的爱好除了和几位好友互动,就是晒娃,晒老公,秀恩爱,撒狗粮。 活脱脱的一个充实美满的人生赢家的形象。 蔡少芬看上去大大咧咧,对待孩子的教育,却是不折不扣的虎妈。 在微博上,她也曾经对孩子说过。 人生,是不断的要付出,锻炼,吃苦。 才会成熟,美丽,进步。 当你努力不懈。 人生才不枉过的热鸡汤。 小小的汤圆双眼皮瓜子脸,继承了爸爸妈妈的优秀基因,也是个美人胚子。 一双女儿是非常的漂亮,越来越像妈妈。 完全是蔡少芬的翻版。 网友看到照片后纷纷围观并留言,怒赞称,太响了,简直一样。 张静以双掌之力突起两个女儿。 照片中的大女儿储物摊开双手取半横,但表情甚至紧张。 反而小女儿醒而笑容满面,完全不害怕。 结婚多年的蔡少芬和张静,生活中非常甜蜜。 不仅蔡少芬再度走红,老公张静在电影中硬汉的形象更是深的观众的喜爱。 两人的事业都在稳步高升,再加上两个漂亮的女儿,颜值超高的一家真的很令人羡慕呢。 前不久,蔡少芬张静一起穿上十年前的婚纱,拍了一组照片,献煞旁人。 比起十年过去,娘娘还能保持完美身材更令人惊叹的是。 十年之后,她们的感情依旧如同新婚,彼此相爱,还有了一对像天使一样的爱的结晶。 网友纷纷上祝福,喜欢你们,要幸福哦,幸福的一家子,会永远幸福的。 。